專家開咪 這部份請來的專家是香港差量思學會規劃及發展組主席林家輝 家輝你好 還有Isa在 先問家輝 你自己怎樣看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當中提及很多不同的範疇 連帶是優化交易公園 優化行山境和海賓發展都有講到 你怎樣看呢 當然歡迎 因為大家在疫情以來這一年都很清楚所有市民困在家裡搞不定 一定要先出街 但你出街又怕感染 所以外出的場所大家都很想去 我自己本人為例 我差不多一輩子都沒走過那麼多山 我真的每個禮拜都想去行山 就是因為這個疫情的緣故 其實就算沒有了疫情 大家如果去行山 在郊野公園 或者是海賓長廊 普通的公園行下 都是有益薪針的 我覺得都是市民想政府給多些這些設施出來 或者改善去 來來去去 要是長洲 要是離島那些地方 其實你覺得現在的郊野公園 或者一些離島的設施 需要不需要有些優化呢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人山人海的情況下 優化其實大自然本身就是很漂亮的 為何吸引我們去呢 就是你保持大自然優美已經是最好的了 反而你搞很多人為的東西在這裏 所謂man-made facilities 反而失真了 反而不好 反而會破壞了自然 即是他給5億出來 在野給5億出來 改善設備是好的 但是應該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我提出就是 譬如我最近有些舊同事去行這個 這陣子很流行上藍蛇尖 藍蛇尖其實很難 就是我十幾年前去爬過一次 但是我十幾年前去的時候 那時候的藍蛇尖 並不是好像今天這樣 那些舊同事去拍照給我看 嚇死我 即是你看到 走掉樣子 走掉樣子 因為已經是沙漠化了 有些地方 在一大片的山坡 是變了沒有了草 因為可能太多人走 我覺得是 反而這5億裏面 要賺一些錢 先做好這些 即是重新的直批 要做好它 要不然這樣搞法 就會立刻拉 因為雨季一來 那它的水土再流失 就 recover不回 如果立刻拉就糟糕了 很容易傷到人不得已 它的山體就沒有辦法 回復以前的情況 這個情況 是不是太多人去 而引致這個情況出現 但是反映了 其實人們不知道去哪裏 有沒有選擇去其他地方 而令到分散了 或者設施 如果年輕 或者中年人 甚至有些年輕人 的朋友 爬山是最好的 咸山最好的 但是當然也有些人 可能膝頭不好 各種理由 在市區裏面 或者就近你家裏 總有一格 例如你邀請我來的時候 我再看回地圖 其實真的 香港大部份的區 就算是新市鎮 都有海邊 很少是沒有海邊 所以其實我們海濱 或者是waterfront 這件事 是很值得去做好些 現在海濱市務委員會 那個概念 先博通 然後再優化 可以不可以 這是不是一個好的經驗 這也是 practical的 因為你等 沒有辦法等 因為很多用地 又剛好被人霸佔了 有些 user department 分配給他 他用了很多年 他就說他沒有辦法去過 另一個地方 那你怎麼辦呢 你無法移動他 不如你跟他商量 麻煩你給我五尺位 甚至十尺位 黑回來 人們先用 你看到西環 我們不是黑到一個位 讓他通回給我們 比劳澤街是原有的 那裏有一個空地 那裏的居民 其實之前很喜歡那裏 他們會自己走下去放狗 打卡 拍照 玩滑板 踩雪劇 踩單車 小朋友會踩單車 甚麼都有 甚麼都有 所以那裏收回他們 來做我們改善的工程 他們就反對過 他們有居民的代表 來過我們commission 反對的 而我們聽到的聲音 並不是沒有聽到 我們知道他們的需求 所以再設計 這個秘魯澤街的公園 你看那個情況 就是exactly 他們之前想要的東西 主要是一個 保持好一點的空地 還有一些圍欄有趣的東西 譬如之前我們一開的時候 有些公仔 可以在那裏打卡 上面有些功能可以更換 去了一次就不會再去第二次 以往不少公園或休憩用地 被批評千篇一律 了無新意 這個趨勢是否有需要改變 其實要的 其實要的 還有時代會改變 大家喜歡玩的東西不同了 還有設施久了 你不換 根本就不敢去玩 譬如有些 養過小朋友就知道 那些鐵架 那麼舊 又沒有人打你 說你爬上去 你回去洗手 洗頓 你都不知怕小朋友 尤其是在疫情之下 所以其實不如沒有更好 沒有他自己有個自由的空間 他自己帶滑板車去玩 更開心 很開心